要来看的是中国大陆要严格审批下载APP 这是对于所有新科技的规范越来越严苛的一步 中国大陆工信部下达新的规定 所有在大陆上架的APP都要经过备案审查才能够上 包括现在所有的APP都必须在明年4月前完成备案 而中国的国家网信办最近正好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设定规范 征求意见 未来要存取一万个面容资讯的企业平台也要先备案 它只有收集个人信息的这部分功能可用 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来点击的过程中 它都是没有反应的 光看APP页面根本一模一样 连大陆官方公布门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都能有仿冒出现双胞胎 市面上这个仿冒的APP种类有很多 个税只是其中的一种 还有很多仿冒这种各种的银行的 甚至仿冒我们这个国家机关的 仿冒这个公检法的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 仿冒APP榨取用户个人资料被利用作为非法用途 手机应用程式的安全问题一直被大陆官方诟病 更别提一些社交影音APP上传的内容不时触犯红线 现在大陆公信部决定进一步抓紧审查 通知要求在中国境内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APP主办者 应当依照相关的规定履行备案手续 为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 APP互联网信息服务 所有要在大陆上架的APP都要先完成备案 没通过审查的 抱歉不能上架 公信部的新规也包含现有APP 必须在明年4月前完成备案 大陆官方以再紧缩 网络自由 更加速海外社群媒体平台退出大陆市场 贴出公告 微软旗下的职场社群媒体平台 领英9号正式关闭中文版APP 领英是极少数被允许进入大陆的西方社群平台 截至今年5月大陆会员数有超过6000万 2021年因为合规问题被迫关闭平台的社群功能 现在更直接退出 也让西方社群媒体在大陆成为绝项 不只是对APP的种种限制 近日大陆国家网信办 正针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其中要求取得人脸讯息需要得到用户同意 存取1万个人脸讯息的企业平台应该要备案 在上海就有社区进出门禁装上了人脸识别引发讨论 你出路是方便的 但是这个信息的话属于保密的 你现在就上传到了物业那边 那不能保证物业把这些信息送给别人 或者是卖信息给别人 社区登记人脸识别 需要上传住户身份证房产证 一张人脸很可能让隐私揭露 还有现在许多换脸AI技术 也让有心人被法利用 我刚刚下载了一款非常热门的换脸软件 并且花17块钱成为了会员 我们可以看到只需要上传一张个人照片 就可以将视频中的脸换成自己的脸 下载换脸APP把自己的脸变成影片图片主角 但多半用户都不清楚 APP中也不会告知这些人脸资讯最后流向哪 在使用换脸APP时 绝不经意出卖了自己的面容讯息 而且人脸识别技术普及 人脸可以是银行账户密码 住家钥匙等 让别人掌握人脸资讯 就将个人隐私曝露危险之中 有足够你的这些个人 很英俊的照片 而他create到一些你的deepfake的一些video 或者photo出来的时候 大家想想其实那个他可以因此而 做到很多很有创意的骗案出来 而是骗你身边的人 新科技带来改变 延伸的问题需要规范 但大陆官方过于严苛的限制 也引发担忧 牵制了相关产业技术发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